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的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師 王子才能夠順利地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了,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個療劑的名字 是叫做 Caliacinocosum Caliacinocosum 即是叫做Protessium Arsenic 英語中文是阿辛酸甲 這個療劑是兩種物質結合的 它就是甲、Protessium 和新Arsenic 這兩種混合的 我們會形容這個療劑 阿辛酸甲 Caliacinocosum 是一個新的療劑 但是深層次的新 我叫做Arsenicum療劑的深層次 有的時候 你會企圖用那個療劑去處理 烤喘 但是用了一段時間 它就失效了 停止發生效果 你可能再增加那個療劑 再增加那個療劑 再增加那個療劑 增加那個療劑 那你又不行 那你就好像覺得 咦,怎麼算好呢 那在這種情況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 試這個Caliacinocosum療劑 這個阿辛酸甲 Caliacinocosum療劑 這個療劑 這個療劑可以說 比較深層次一點 還有呢 這個療劑的精神狀況 是跟那個 阿辛酸甲的新療劑 是很相似的 好了 Caliacinocosum 可以說 是一個應付 處理這些驚恐發作 Panic Attack 驚恐發作的療劑 也可以用一些 有些人的長期的 hypochondriac 就是呢 是經常疑病狂的 經常覺得自己 有不同的病 那些人呢 通常就是 去不同找的醫生 不同的治療師 那他經常呢 就去 就感覺自己 快有一個心臟病發了 或者他們的血壓太高了 或者他快有中風了 那這些人呢 就可以這樣說 不停地找醫生 不停地找治療師 那關鍵的症狀呢 就是看他們的所謂 驚恐發作的時候呢 他們感覺一種 一種燒灼熱的感覺 和這個丹田 有一股力量在那裡 那他於是 就引到他們 就過分興奮和焦慮的 OK 那他丹田 他有一種燒的那種痛 那種痛 是令到他們 是興奮起來的 而這種的 這種的興奮呢 就慢慢地 是引致這些焦慮 Ansiety 而這個焦慮呢 是慢慢呢 是引發那個 心跳 Palpitation OK 而這個心跳呢 會帶來 是一種恐懼 Phobia 或者恐慌 尤其是呢 他感覺呢 他就快有一個心臟病 就快發的了 那當然呢 這種恐慌 這種恐懼 更加呢 是令到那個心跳加速的 這些人呢 通常呢 出街呢 就一定帶點 Valien 這些鎮定劑的 他覺得呢 隨時呢 他需要這些鎮定劑呢 是幫助他們的 要不然他們不敢出街的 那他們很多時候呢 也很怕去那些餐館 因為他們覺得呢 咦 去餐館呢 很可能呢 萬一有那個心臟病發 怎麽算好啊 那通常呢 那個心臟病發 那時候呢 通常呢 第一件事呢 他就覺得呢 心跳 心跳 跳起來 那這種情況呢 也都可能因為那個 低血糖的問題 可能壓力 也都可能因為焦雷 就是很多不同的因素呢 是導致這種這樣的症狀的 好啦 那Caliacinicum呢 那個阿辛酸甲呢 這個療劑呢 亦都是一個 是處理酵喘 Azma 這種的毛病的 那有時呢 當你去處理酵喘的時候呢 就用著 就是一個 常用的就是 新阿辛勒劑呢 那一個常用的 在醫治酵喘的療劑呢 那你試過呢 它就只是舒緩一下而已 即是它沒有深層次幫你治好它的 那就舒緩一下而已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就可以呢 是考慮呢 就用這個 阿硝酸甲 Caliacinicum 你知道呢 我們不同的療劑呢 是有不同的時間 即是發作的時間的 那 譬如阿硝酸甲呢 那個Caliacinicum 那個發作時間呢 通常呢 就是凌晨2點到3點的 而Caliacinicum呢 這個療劑呢 這個療劑呢 通常呢 最差的時間呢 敲轉最差的時間呢 應該是11點 即是晚上11點到凌晨2點 即是可以說呢 即是圍繞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五間 那個晚間的 Midnight這個時間的 好了 所以在我們療劑裡面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都會有個時間的 即是那個 哪一段時間呢 那個病情會更加差 那另外一隻就是Caliacinicum Caliacinicum 是一個硝酸甲 那這個也是處理酵寸的 那這個Caliacinicum 的酵寸的發作時間呢 通常呢 是凌晨2點到4點 或者5點 這個時間 所以在我們的同一個療法呢 在選擇那個療劑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就會用那個時間呢 作為我們的指引 即是什麼時間呢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療劑來的 好了 如果我們有時候呢 是用一個 用那個 新的療劑呢 在醫療一個 新的小孩子 那這個小朋友呢 即是 即是 有些 過度活躍的 那除了過度活躍之外呢 它有很多恐懼 還有呢 很癡身的 那你不可以 即是你不可以 放下它在家裡 或者跟那個奶媽 或者Babysitter 那些都不可以的 那你用那個 新的阿森尼琴 是不斷地試呢 但似乎呢 似乎呢 似乎呢 不斷地復發啦 即是深層醫不好啦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應該可以考慮呢 就用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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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阿森酸甲 這個新的療劑 那 在這個情況呢 我們通常呢 會有一些 低的分能 用LM Potency 或者6C 那就是 重複這樣用的 那因為呢 這兩種療劑 那個 新的阿森尼琴 和 這個療劑 是 非常之相似的 那 Kali阿森尼琴 這個療劑呢 亦都可以幫助 有一種療劑呢 我們叫做 Phil Chromocytoma Phil Chromocytoma 我們叫做 奇諾細胞瘤 是一種呢 是腎上腺素的 腫瘤來的 那這些人呢 通常呢 就在街上逛下 之下呢 突然之間就發瘋了 那因為呢 他們的腎上腺素呢 突然之間呢 是產生 大量的腎上腺 那所以這個症狀呢 是很 這種情況的症狀呢 是很符合 那個Kali阿森尼琴 呢 阿硝酸甲 這種療劑的症狀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是考慮呢 是試一試 是這個Kali阿森尼琴 是處理這些這樣的 因為腎上腺的 抗粉 那出現那個 那個 焦慮啊 緊張啊 發抖啊 這些這樣的 好像逃跑啊 打鬥啊 這些這樣的反應的 好了 Kali阿森尼琴呢 也都可以用 是什麼呢 是一些 癌症 臨中病人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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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症狀的 那可能因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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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那 那 那 我 還 那麼 你試過阿尋利琴 都不可以 還未處理得到 那你就可以立刻想 卡尼阿尋利琴 一般以為阿尋利琴 應該處理到的那些症狀就不可以 所以如果不可以 便可以考慮做卡尼阿尋利琴 這個療質 也可以用在牛皮癬這方面的症狀 當然 如果有這些情緒的症狀 符合的話 阿辛酸甲 卡尼阿尋利琴 是一個屬於右邊症狀的療劑 還有很多氣 腹肚脹脹脹 還有很多吃甜的 它也有很多 像阿尋利琴 即是新的症狀 那些症狀 即是驚恐 焦慮關於健康的症狀 可以這樣說 它們是一種很嚴重的焦慮問題 那卡尼阿尋利琴 那個阿辛酸甲 這個療劑 是很像淪 和新的阿尋利琴 是結合起來的 它好像有新的症狀 憂慮 還有對自己的健康 有無數的緊張壓力 還有它也有淪的敏感 因為淪是一個很敏感的療劑 可以這樣說 這個可以說是右邊症狀的淪 加上新的恐懼 即是淪的敏感 加上新的恐懼 那它通常遇到這些驚恐症 發作 Panic Strucking Attack 的時候 就是驚恐症 第一件事 我就想到哪個療劑 就是烏頭 阿尋利琴 接著就是新酸甲 加上新的阿尋利琴 即是第二的 其實Panic Attack 即是這個字 驚恐症的這個字 其實原來它是來自一個希列神話裡面的一個神 這個神叫做Pan Pan 如果這個神的任務 就是它周圍去找人 去嚇人 它可以周山走 黑暗的樹林 在這裡吹它之風笛 那如果它又找到一些人 在溪間 在這裡悠悠逛逛 釣魚 那它就會偷偷地走近它們的背後 是大聲來叫來嚇它們的 所以我們叫做Panic 其實是這個神是引造出來的 叫Pan Pan 這個神 Panic Attack 那個驚恐症 其實這個字眼是這樣的 因為有這樣的希列神話 那就是說 在這個遼劑 卡尼阿尋利琴的人 通常它就感覺是突然之間 那個腎上線 線數是飆高的 就好像有些人在後面 突然之間偷偷地走近它們 都嚇你 這種情況就引導你身體的能量 突然之間提升 爆炸 在我們的情緒方面 所以在這種情況的情緒 就是產生很多不同的恐懼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卡尼阿尋利琴的人 可以這樣說 它就是 想盡辦法 在生活方面 盡量避免任何的情況 令到它們會恐慌起你 就好像有一個按鈕一樣 一個不小心在某種情況 這個恐慌的按鈕就被一按 那它那個驚恐恐慌就會出現 它整個人都震了 打了豆 可能是僵硬了 嚇到僵了 那它也會出現 就開始 就是過度呼吸 是hyperventilating 或者它害怕得是無法呼吸 就是拿著一些東西 這種情況 好了 通常我們遇到這些驚恐症 我們第一個了解 記住是誰呢 是Econycene 烏頭的 所以對一些經常性出現 慢性 重複性出現的時候 我們發現 用了烏頭 都不能夠防止它再復化 那我就會想 那個 那個 新 Axenicum 除了Axenicum Kali-Axenicum Kali-Axenicum 另外一隻 Argentum-Nitricum 是那個硝酸銀 那這幾隻 這三隻 加上那個 Econycene烏頭 都是我們常用在一些 驚恐症各方面的 那大家 可以 想像一下 這個 Kali-Axenicum 那個 Axenicum 那個 那個 那個影像 就好像火山爆發 就是這種 火山爆發 就是所有的恐懼 焦慮 是爆發出來的 一個很大很大的爆炸 那 這個可能是 因為它來自一些壓力 就是可以不斷的壓力 那 導致 是出現 慢慢 凝聚 出現這種 Panic 好了 那 Kali-Axenicum 那些 新孫甲 這個療劑 通常 它就感覺到 它就抖不出氣 覺得暈 暈 暈 就知道 好像要害怕 它自己就會暈倒 那 也都恐懼 怕著自己 那個 那個 恐懼的 恐懼症 的 襲擊 那 它不敢去戲院 不敢去 餐館 那 通常 它也有時候 是怕 有些叫agora agoraphobia 就是怕那些 空曠的地方 OK 不敢走過去 但 主要它們多數 就是 尤其焦慮 是關於它健康方面的焦慮 那 agoraphobia 這個情況 就是 廣場的恐懼症 它療質都幾多 除了Kali-Axenicum之外 Argento-Nitricum 硝酸銀 烏頭 都會有這種 這樣的症狀 但是 在Kali-Axenicum 它的恐懼 通常是關於它們的 它們的健康會比較多 尤其是一個主要關鍵 它們很害怕 就自己可能 會有一個心臟病發 心臟病發 這個是一個Kali-Axenic 它還要所害怕的 而另外一個 Argento-Nitricum 硝酸銀 這也是一個 經常用來處理一些 恐慌症 驚恐症 這個療質 通常那種 恐慌驚恐 是比較廣泛 而Argento-Nitricum 這種人 那個症狀 是偏左一點 以及屬於溫暖的人 而Kali-Axenicum 是右邊 以及比較寒暖的人 大家有四種不同 Argento-Nitricum 是熱的 熱底的 Kali-Axenicum 是左邊症狀 比較多 而Kali-Axenicum 是右邊 以及怕冷的 好了 Kali-Axenicum 他們擔心 焦慮 通常 就是心臟第一 跟著 血壓 跟著 會怕中風 跟著 癌症 最怕癌症 跟著 第二 就是血壓 跟著是心臟 而Kali-Axenicum 是心臟第一 排第一 跟著 就是血壓 中風 跟著癌症 這個 在我們辯症 找癌症 時 我們都要留意 這些 OK 好了 Kali-Axenicum 還有 他們很快 就好像輪 我跟他說 他們好像輪一樣 是對周遭的環境 是特別 特別敏感的 他們很多時候 就變得很 迷信 相信很多 很迷信 那麼 在這麼多的癌症 裡面 Argincum Nitricum 蕭酸銀 可以說是比較 最迷信 其他癌症 Sing Sun Rustox 野角 Arsinicum 以及Kali-Axenicum 這些癌症 都是不同程度的 迷信 好了 那麼 另外一種的 驚控 就是對那些 密室驚控症 可能在駕駛 要駕駛 穿過一個隧道的時候 它突然間很驚恐 或者是在一個橋裡面 它覺得 它的橋 是快會倒閉 這些這樣 心跳 這些這樣 這些都是一個 就是 Kali-Axenicum 容易是驚恐的 好了 我剛才跟大家再略略 分辨一下 不同的癌劑的驚恐 那個症狀 是有少少不同的 譬如 Arginal Nitricum 這個 那個 硝酸 銀 它那種驚恐 就很有趣的 它是一種期待的 有些東西 即恐懼 這種這樣的驚恐 就好像期待 有些事情會發生的 OK 就是它覺得 有些事情將會發生 令它害怕的 Econe 烏頭 它們覺得 它自己害怕 是覺得它自己 自己是死定的 死定的 OK 那 而那個 剛才說 那個硝酸銀 就很多時候 它就說 如果我去 就是 洗過這個橋 走過這個橋 我會死的 OK 那 而那個 Caliaceticum 我們今天的介紹 就是 它的恐懼 就是覺得 它們有一種 突然之間 有一種的 能量 血的衝動 是令它致命的 OK 好了 Caliaceticum 也有一個症狀 是它需要人陪伴的 我們Design Company 那這個 跟Arginicum 新的很相似的 那 再說一次 新的 跟Arginicum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是很相似的 那都是 就是沒有安全感 需要人陪伴 對自己的健康有恐懼 那 但是 它們 雖然 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它都不是很 就是很 我們叫做manipulative 就是不會經常很操控人家 或者 Possessive 很多要佔有的 那通常 它們 這些恐懼 都是 很多時候 遺棄了病 死亡 那它們屬於一種 是 這些 是 口渴的療劑 來的 好了 它的起因 可能 是一種 驚嚇 驚嚇 烏頭也是 驚嚇 那 Kaliacinicum 這個療劑 Kaliacinicum 這個療劑 阿辛酸甲 也是 起因可能是一種驚嚇 那可能 Kaliacinicum 經歷過很多壓力 那 突然之間 有些事情就發生了 那 令到它的腎上腺素 就是 催促了 Activate 了 活化了 那它們 就沒有辦法 可以回復它正常的狀態 就是腎上腺素 已經過度活躍了 OK 那 還有一種情況 就 小小的事情發生了 小小的壓力 小小的驚恐呢 一出現 令到它過度 過度反應 就是腎上腺 是過度反應 這種情況的 驚恐 好了 那這些驚恐呢 有時候呢 可能是 持續半個小時 或者十分鐘而已 那就會離開了 那 跟著呢 它就可能 怕到說不出話 要慢慢地 要 calm down自己 那 那這些這樣的情況 可能 一個星期 一個月 出現幾次 可能一人一次 一個月 一個月出現三次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則 那 就是 有時候 就是有不停的情況 會出現的 那最主要 最主要 這兩個療劑呢 就是 轉移它的治癒力 是會幫助的 這兩個療劑呢 就是 轉移它的治癒力 會幫助的 會幫助這些驚恐的 有些什麼都好 令它轉移它的 這次轉移 那它就沒有那麼容易想到 那如果你在談話之中呢 是不斷地重複 提 它們 令到它們 記得回這種驚恐的環境 開始惡性循環呢 那這個 它的問題 會一直一直更加嚴重 好了 剛才講過 那個 Calyacinicum 對酵轉 好像新 Calyacinicum 很有幫助的 那 右邊比較差些 那 還有呢 它們呢 喜歡 是睡在 它們一定要睡在左邊的 還有呢 是 抱著心臟 按著心臟去睡 睡在左的 它是不喜歡睡在右的 那它們覺得睡在左舒服一點 對它敲處可能好一點 還有呢 它們有一種頸 比較僵緊 這個程座 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是單田 是覺得有些 有一種感覺 這種感覺 令到它們不舒服的 那 不安 睡眠差 睡不好 那 它們就逼它們 就是要 躺在左邊 要不然 心跳都很厲害 可能躺在右邊 心跳很辛苦 那它就要躺在左邊 才會令它睡得舒服一點 好了 那 記住了 Caliacinicum的症狀呢 它是 比較怕冷的 和那個 齊仙所說 Arjunta Nitricum 是比較怕熱的 Caliacinicum 是屬於比較怕冷的 那個 呼吸 短束 那個 在發作 即驚恐發作的時候 是呼吸短束 還有 呼吸 就是過度 就是hyperventilate OK 那 Caliacinicum 做一個症狀 它們好像感覺 對那個康復 一種完全感覺到無望 好像覺得不會好得翻的 有這些 經常心慌慌 經常覺得 好不翻 而且 會出現 疑心 不太信任 而且 很多時候 會出現 迷信 OK 還有些關於Caliacinicum 很多時候 會出現 扁頭痛 或者擔心自己的扁頭痛 導致恐慌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有個胃 好像有東西頂著 升上去 喉嚨 整體的身體 是覺得很緊張 在胃 和脊椎方面 他們喜歡吃甜的東西 喜歡喝暖的飲品 OK 有些時候 他覺得 看身體 有一種下沉的感覺 很多身體裏面 不同的東西 好像要跌下去 好像在電梯裏面 下沉 跌下去 又不能夠飲凍東西 凍東西令他差 可能凍飲品 令他有吐舌 OK 還有 他們對這些死人 是很緊張 很害怕 發夢 亦都發到死了的人 他亦都會發夢 發到火災 突然間 覺得家屋 以為家屋 就燒 以為家屋 好像燒起來 整個人 就醒了 很害怕 OK 那 Carnic Arsinecum 亦都有時候 在急用的情況 對付一些 發燒 或者 發難 這些 好像新 Carnic Arsinecum 這樣 但 其他 例如 癌症 拋診 窮斑 狂斑 狂瘡 這些 燒的痛 以及 怕死亡 其實這些都很強的症狀 OK 希望大家 今次 和大家介紹了 Carnic Arsinecum Carnic Arsinecum Carnic Arsinecum 希望大家 掌握到 重要的症狀 在適當的時間 可以懂得應用這個療劑 幫助大家 處理到健康上的問題 好了 這個療劑 先到這裏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拜託